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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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什么计划呢? 我一会做完这里的工作 会去战别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的特别地方 就是今年年头 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才在外地回来香港 他主要的工作 都是在别的地方做的 不是在香港做的 但回到疫情之后 他就被困了香港 差不多10个月 因为工作方面 又停了 或者旅行不了 在这段期间 通过一个 大家都认识的朋友 认识了他 有点一见如故 但是 有些朋友就跟我说 其实我们到这 差不多一年多 都不是很想去认识新朋友 或者很懒 去重新认识的人 我又觉得不是 有时候机缘巧合 如果你认识一些 可能跟你以前的生活圈子 或者工作圈子 很不同的朋友 你可以又在这个阶段 再扩阔一下自己的成长范围 我觉得每次 每次认识到一个新朋友 你怎么都会有少少不同 对于看事物 或者看世界 因为那些人 在通过我们的交流之中 一定会知道了 就算是我说给他听的 或者他说给我听的 知道了以前大家不知道的 或者是新知识 新事物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 如果你有机会 去遇上一些 新鲜 或者陌生的人 然后慢慢慢慢 经过有些多几次的碰面 或者交谈 而变成朋友的话 都是挺好的一个经验 当然了 现在我们每次都要戴着口罩去做 除了吃饭的时候 以及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但是这样又有这样的特别之处 就是你戴着口罩和人聊天 或者隔着一段距离 和一个新朋友去认识 你反而是有一种比较 抽离 或者是客观的感觉 去看这件事 或者是处理大家的 的关系 的相处 我觉得在过去的半年之中 我自己在这一方面 也有少少幸运 就是有两个这样的朋友 一个就是新认识 一个就是认识了 一个就是认识了很久 但是很少见 直到今年 在某些机缘下 可能是一些工作上的合作 或者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 所以就跟那一位 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就见面多了 相处多了 聊天多了 然后就发觉 原来他的生活圈子 或者工作的范围 都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而他也知道 多了我自己的 兴趣趣趣味 或者一些故事 所以我觉得 在应该出现的时候 出现的朋友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以及我们应该把握 一些和一些比较 你没有那么熟悉的人 相处的机会 不要常常都留在 同声同气同温层的 那个conference zone里面 认识多些不同的人 但是也不需要很刻意 真的随缘 珍惜每一个认识人的缘分 因为有时候 你都未必是个人都对谈的 有时候你见过两次面 也都可能是就不会再见了 甚至是一面之缘 做完那件事 或者喝完那顿茶 你就已经觉得 这个人 嗯 和我的想法 或者和我的做事方式 很多事情的原则 和态度 都好像不是很相同 那你当然是可以选择 这个人也是少点见为上 那么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和做朋友 很有关系 很有影响 就是大家 会不会是有相同的 对于食物的要求 和品味 譬如我今天煲了一个汤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而大家都觉得 喝得很开心 很愉快 甚至有些人 可能一喝 就喝得出 这个汤是用什么来煲的 那就更加有缘 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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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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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酒逢之己 千杯少 但酒逢之己 可以喝多半 今天我煲了一道 很適合秋天喝的湯 因為這些材料 都是自己的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首先是栗子 很多人都很喜歡吃 很香的栗子 煲起湯上來 加了蓮藕、核桃和蓮子 這幾樣東西煲成素湯 一滴油都沒有 很清香很清淡 如果想要來鬆飯 或者吃了湯渣 可以用少許醬油 沾湯渣來吃 就會更好味 剛才也提到 有機會不妨再擴闊 自己的生活圈 認識新朋友 雖然現在盡量少些社交 但如果只是兩個人見面 或者三個人見面 像我現在跟同事仔一樣 隔成醬圓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聊天 但記得戴口罩聊天 下星期再來和大家煲一個 看看怎樣防疫的湯 這個星期的湯 通常蓮藕、栗子、核桃等 全部都是健庇保神的